复经中的复经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末道老来方修道 我们在讲净土法门的部类门 也就是他所依的诸经典论著 前面讲到正经中的正经 根本经典 还有正经中的复经 还有复经中的正经 今天说的是什么呢 是复经中的复经 就是几乎跟净土法门乃至极乐世界 看上去完全不搭嘎 讲其他异理的经典里面 依然说到了净土法门 像在《维摩节经》是比较有名的 里面讲到了说 菩萨成佛时 执心是菩萨净土 不产众生来生其国 不失是菩萨净土 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 持戒是菩萨净土 行识善道是菩萨净土 舍心不乱众生是菩萨净土 所以说 菩萨成佛时 都是这些众生来生其国 总而言之 随其心境则活土境 心境土境 土境心境 正说的是净土根本法义 在《法华经》里面 讲到说 若有因缘 独入他家 一心念佛 喜时无缘 一心念佛 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样的情状 到了人家地方 有人没人 怎么样都得去念佛 又说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已成佛道 还是念佛 在《涅槃经》里面 讲到说 菩萨六念 念佛第一 又说 信念思维因缘利固 给断烦恼 六念 念佛法僧 念天念戒念不失 这六种功德里面 他说念佛排名为第一 功德最大 在《大般若经》里面也讲 佛给文书菩萨说 说什么呢 说菩萨能正修行 一厢庄严三位 就是你能够 一想观想 一厢庄严三位 即正菩提 就是速速能够成就佛果 修此行者 应离宣杂 不思众生相 专心信念于一如来 神举名字 善想荣宜 即为普观三世一切诸佛 即得诸佛一切智慧 大家看 就是你想修行这个一厢庄严三位 一门深入 一个观法 那么请你专心信念一如来 只想一个佛 专心信念 或者说神取名字 就是指持名号 或者说善想荣宜 就是观想庄严妙相 等等这 极为普观三世一切诸佛 就能得诸佛一切智慧 这是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 大家想 讲净土 我们说专属经典 般若经 那是在我们娑婆世界一代教法的核心意里 但是里面依然还是如此的代说净土 伪中之伪 就是复经中的复经 甚至包括小城阿含经里面也讲到说 四世供养言福提一切众生 四世供养咱们这个国土里面的所有众生 若有称佛名号 功德过上 不可思议 你念阿弥陀佛 称佛名号的功德 就比四世供养言福提一切众生的功德 没法比 文书般若经里面也讲 佛告文书 欲入一行三位者 应处空闲 就是放下 把自己待着就好了 舍诸乱意 不要胡思乱想了 不取相貌 离一切相 细心一佛 专称名字 随比方索 端身正向 能与一佛 念念相续 即是念中 怎么样呢 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念一佛功德 与念无量佛功德无二 完全一样 完成了